台灣軍演中出現了導彈頻繁拖把的情況 這不僅僅是訓練的問題 更反映出這些炮灰手裡的不過是些燒火棍 大家好 我是施濤 最近台灣正在進行漢光39號的軍事演習 那麼為了掌握實際的情況 台灣在7月3日在屏東沿海地區 進行了天馬操演 進行了實彈的試射演習 那麼為了達到所謂的宣傳效果 台軍方還特意安排了導彈打把的直播 那麼這個直播為了保證導彈能有一個漂亮的命中畫面 這個導彈發射陣位和把鏢之間是非常之近的 但就在這麼樣一個條件下 台軍發射的陶式反坦克導彈 竟然還出現了對非常近距離上把鏢射擊 拖把的情況 台軍方後來也承認確實出現了拖把 那麼在其他導彈的試射中也陸續出現了拖把的情況 那麼往上台灣的民眾就開鍋了 台灣民眾紛紛質疑台軍方是否有他們口中的 所謂的保護台灣的這個能力 其實這個問題我們不能夠過多的責怪台灣軍方 本身我們要知道台軍方目前的整個 和兵員的數量和質量就處在一個比較低的水平 大家常說台軍現在是叫草莓兵 台灣目前的兵役制度導致了他們的這些兵服兵役的人員 那都是鐵打的銀盤流水的兵 這個流水的速度太快了 甚至有些人服役的時間都不滿一年就要退伍 那麼在這樣的人員流動中 能有多少人員能夠充分的掌握自己手中的武器的性能 這是要大大的打一個問號的 更何況現在的武器系統包括電子設備是越來越複雜 沒有長時間的操作是很難達到熟練掌握的程度的 但是這一次台軍導彈拖把的問題 不能完全歸咎於是訓練不足 那麼台灣就有網民爆料 台軍方目前手裡的很多導彈 實際上都已經過了保質期 就以台軍方手中的獨次防空導彈為例 台軍方目前擁有的獨次防空彈數量雖然眾多 但是由於採購的時間是非常長的 很多已經過了保質期 更要命的是 美國在賣給台軍獨次導彈的同時 並沒有把相關的檢測和監測設備同時配套給台軍 導致台軍方在打導彈之前 只能靠目視簡單地檢測一下 導彈的外觀是否有破損 就這樣就把導彈拿過去打 那麼在這樣的情況下 當然導彈出現失常是死紅見慣的事情了 那麼不僅僅是獨次導彈 包括了台軍方手中的陶式反坦克導彈 甚至台軍方一度的防空主力 這個所謂的霍克防空導彈都有類似的問題 那麼面對這樣的問題 台軍方給出的方案 卻讓人啼笑皆非 陶式反坦克導彈打不中怎麼辦 把靶子一近一點就能打中 那獨次導彈過期了 不知道失效沒有怎麼辦 台軍方給出的方案 竟然是在靶彈上做手腳 對靶彈進行改造 讓靶彈飛得慢一點 讓這個獨次導彈能夠跟上能夠打中 可見台軍方 研習了當年49年前後 國民黨軍的這種欺上瞞下的作風 搞的是一些自欺欺人 自我欺騙的方法 當然我們要說 台軍方目前的這一些自我欺騙 與他們心裡面亂的那是有關係的 台軍方自己也很懷疑自己 所謂暴衛台灣的能力 他們中也有很多人不願意為台獨成為炮灰 因此在這種軍心不定的情況下 手裡再精美的武器 再精緻的武器 那都是燒火棍 更不用提美國的軍火複合體 早就把台灣當成是清銷過期武器的這種垃圾桶 可見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下 台軍方妄圖所謂的遺物巨桶 那更是吃人說夢 那麼面對這樣的情況 台軍方後續肯定會加大 對導彈類武器的更新的節奏 只不過在俄烏衝衝突目前還沒有告一段落的情況下 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 到底還能騰出多少新的庫存 能夠把所謂的賣給台灣 支援台灣 這還是要打一個大大的問號 因此 台軍方也只能利用手中這一些過期的老爺兵器 再繼續欺騙自己 給自己吹出一個所謂的 遺物巨桶的肥皂炮 大家對這些話題有什麼看法 歡迎在評論區我交流 也感謝你的關注點贊 轉發支持 咱們下期再見 字幕提供